金牌大間諜 職業傷害 別忽略 妳怎麼了 職業傷害 職業傷害 我就叫妳只有跟肩 又沒叫妳動手 怎麼可能手會斷 所以我一天到晚拿著她望遠鏡 又要站在那邊跟見妳知道 手痠腳痠的 剛好我旁邊有一個電線桿 我就這樣靠我上去 然後呢 手腳就像說這樣 順便這樣抖一下 妳說好了 腳說活動一下 筋骨 活動要筋骨 對 剛好就一個非常熱心的阿伯經過 對不對 他看到我靠這個電線桿 在那邊抖著抖著 就拿一個木棍 把我身上劈下去 他以為我觸電了 然後我手就變這樣 他以為妳觸電 對 我在十幾年前 我今年第一次聽到這個笑話 我笑亂久了 妳這是手痠腳痠 他是踩到狗屎 他弄到那邊 然後我手就被打斷了 這個另類的職業傷害呢 大概很多人都會碰上 我們人心人數又充滿了 愛心的醫生們也不例外 我們又是如何來處理 他們自己的職業傷害呢 一起來關心一下 走 金牌聯合醫師團 以及四位陪診團 三位六指還要給我職業傷害 時時刻刻在救人救命的 人心人數的醫師們 無形中也有可能呢 傷害到了自己的健康 關於醫生的職業傷害 小道警報員 今天帶來歡迎什麼警報 醫生的職業傷害 真的比我們一般人還要高很多 你要想想看 他們在急診間 在醫院 所有的病菌都是交叉感染 根據我這一次的調查 你知道在醫生職業傷害裡面 有高風險的科別 第一個呢 就是這個感染科 再來是骨科 外科 心臟 內科 等一下 怎麼會有骨科呢 有 就是有骨科 他們也有職業傷害 前三名 對 前四名 骨科 有骨科喔 真的嗎 林瑋維醫師 是的 像是我們做心導管 都會背那個牽衣 因為我們背牽衣的目的 是要預防輻射的傷害 因為我們是在 我們才看得到心臟的血管 以前的牽衣大概都比較重 大概六 七公斤 現在都算是比較輕的 我們現在只會是牽送醫了 牽送醫 其實這牽衣可以自己設計 像我們以前都會挑一個 比較符合自己個性的牽衣 所以外面你們可以自己決定 對 有的像我學長會秀 真的假的 其實這穿 一整套穿起來其實非常非常的重 那這是什麼 所以這個就是牽衣的牽衣 這蠻帥的 蠻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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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手機 好重喔 很重嗎 很重耶 很重嗎 可是這其實蠻好看的 如果我在整間裡面看到醫生走進來 我就會問 我們穿著牽衣 就是長時間的工作 所以我們在生理上 都會有一些腰椎的病別 對 所以我本身就是因為長期從事 就是這種清道館的工作 所以我自己本身 有兩節腰椎的一個花朵 一個椎肩膀很突出 妳因為戴 這很重嗎 這真的很重 我現在下半身有種被往下拉的感覺 妳要試試看看 可是妳的腰圍可能沒辦法 沒有 妳的腰 太穩臭了 還好 妳還好妳道歉得及時 還好 她就有上命的威脅 OK 好了 我感覺就這樣 真的很重 旁邊看的感覺就好了 來 給我 好穩 來 開始 皮膚比較重 有欸 皮膚感的很好 我一點沉 可是好好看 這個我們去看牙醫照 X光的時候是不是也會冰 它那個背心 是喔 我好像可以去演古裝的可以看 我是不是說我要去徵戰沙場 好帥 我知道妳適合演什麼了 什麼 兵馬俑 兵馬俑 這真的蠻壯的 真的 好啦 就這樣子吧 坐 坐回去 不能脫了 不是 真的坐在前面是什麼 她剛剛有說 她長期穿戴以後呢 會有兩截 腰椎會有問題 這是要站著才會對腰 都造成壓力 坐著就好了 我們都是站著 對 我們沒有坐 那就站著吧 因為我站著 因為我站著 好像有人一直在扯我的 壓你對不對 扯你後腿 你因為這衣服 所以造成的腰椎划脫 對 那在兩年多前 因為剛剛冬天 現在我還變多 那時候排了很多 所以坐了很久 我曾經坐最久的是 連續站久了多小時 那原則上就是那一次 就是就特別慘痛 就是打包要打到一半 突然 整個非常的痛 那趕快Call我的好朋友 骨科主任 他說趕快把我送到急診室 打了馬飛 打了什麼止痛 然後做了這個斷層掃描 真的發現兩截 壓迫得非常厲害 他說所有的骨科醫師 一看到這個片子就說 當時我自己覺得 因為醫生也是 比較不合作的病人本身 那我就覺得說 那我可以做部件 對 我沒有開 不想開 不想開 所以因為開了就有很長的一段時間 我沒有辦法從事這個 傾刀管的工作 所以原則上我就是說 用復健或是用這個物理治療 再加止痛這種方式 那一段時間也是放自己一個架 就是長架 都不拍刀 然後去休息一下 結果慢慢的症狀就改善 所以 可是還是有一點後遺症 自己還會再注意 每當冬天的時候 或是比較忙的時候 就開始覺得 腰會痛這樣子 我在解釋病情的時候 有的醫生他會忘記 現在那個醫師他就穿著牽衣 跟病人解釋 那我就可能先把牽衣脫掉 再跟病人解釋 那減少負重的時間 所以你在做新導管的旁邊 所有人都有穿牽衣 進去的那一間房間的導管室裡面 全部都要穿牽衣 辛苦了 可是那我們在工作 我們常常要站七 八個小時 你有沒有穿牽衣 會不會妳的子房比牽衣還重 會不會 你趕快道歉 你為什麼要穿牽衣 你這樣公司你道歉 KB洪湘 申該死 洪湘 申定 他就要去刀了喔 那像很多職業呢 需要背著很重的作物在身上 這些職業族群 應該怎麼樣自我保護咧 好 復健科 其實啊 像我們復健科 也有很多醫生的朋友來 比如說骨科還有做 剛剛像醫生說做心導管的 因為你那個 牽衣你一定要一直穿著 因為我們其實開刀是無菌的 我們手不可能去把這個牽衣再脫掉 它不然下一台刀 所以就變成說你的 你的牽衣要一直穿著 那你長時間維持一個姿勢很久 又加上負重 其實最容易出現就是 然後輕折的話 可能就腰椎的拉上 那這一個辦法 可能就是把你工作時間減少 那中間的一個空檔 可能就做做伸展的運動 還有伸伸懶腰活動一下 都會比較好 那平常的話可能就是 自己還要 夏日的時候要去鍛鍊一下 增加一下腰背的肌力 你肌力強壯的話 你就可以保護你的腰椎 就不會容易在椎間盤突出 保護骨骼 對 肌肉強的話保護骨骼 因為骨骼其實硬的構造 它是很容易你負重 它就會受傷的 可是如果你旁邊的肌肉 它是軟組織 它是很有彈性的 如果說你的訓練很強壯 你上面的力道傳下來的時候 你的肌肉會幫它去分散掉 你的椎間盤的壓力 就不會這麼大了 陳婷榮醫師 在小兒科裡面 曾經跟孩子為伍 你會有什麼職業傷害 不動 我們小兒科有個特色 它器官小 構造小 再加上亂動不配合 那就是會造成我們的傷害 第一個 例如說我們常常看耳朵 我們會用這個叫做耳鏡的東西看 這耳鏡呢 我們把光源打開之後呢 就要湊上來看 每天看一兩百個 其實我當年半年之內 我的視力 左眼就比右眼瞬間增加兩百個 真的喔 但是後來我就知道說這樣子不行了 我就養成習慣會左右眼倫理 這個孩子用左眼 這個孩子用右眼 兩眼睛呢 會有看得清楚的程度不一樣 這時候呢 有些孩子呢 一看我就把它變給治好了 有些孩子 怎麼看看不到問題 因為左右眼的問題 四次問題 對 所以我剛剛講了 第一個就是視力模糊 第二個就是小朋友不配合的時候 然後我們小兒科醫生就要做出一些 我舉個例子來講好了 就是說 國城這個大人 叫他張開嘴巴 他就開嘴巴 叫他看耳朵 他就看耳朵 可是呢 如果是個小朋友呢 我必須要彎腰 頭抬高 才能看到他的嘴巴 對 如果他又亂動的話 我還必須做出某幾個奇怪的姿勢 所以我曾經有一次 就做了某個太奇怪的姿勢 落到 就拉傷了 然後 這樣就拉傷了 真的 當你瞬間做出某個姿勢的時候 真的會拉傷 所以那半個月裡面 我要上廁所 要再轉身 所以後來上廁所 我們就不能夠這樣子拿衛生紙 我們上完之後要 前身轉 沿著馬桶的邊緣 天啊 好辛苦 完全被前進 好慘喔 像逗弄孩子 他玩丟高高有沒有 飛高高 飛個兩下 咔 對 那很難過的那個 這是職業傷害 妳的職業傷害是什麼 我都沒看到 妳剛剛沒講對不對 對 其實我的職業傷害就是 因為我們雖然說 常常去治療病人的痠痛 可是我們醫生其實 最常接觸的就是電腦還有滑鼠 那有時候就是 妳必須一直這樣打病例 我記得在去年的時候 我那時候大概有看完80幾個病人 那時候到晚上的時候 就覺得我的手 那時候我回去騎機車回去的時候 就幾乎都不太能騎 那時候回去隔天 我才幫他自己檢查 才發現說 其實我是得到了滑鼠手 其實什麼叫滑鼠手 滑鼠手其實就是 手腕的正中神經的壓迫 就是 那其實你通常都是 過度使用手腕還有手指頭 長時間的壓迫你就很容易 其實很多醫生都有這些問題 我現在要教大家 他應該也 我以前會玩到我這邊會痛 就是了 後來我想到了破解的方法 我們不要玩滑鼠 我們玩手機就好了 等一下你們分享 等一下 所以就教大家一個那個舒緩的運動 一個就是 招財貓的運動 招財貓 對 招財貓的舒緩運動 就是我們 他總共有三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是這一個 1 2 3 也是可以撐5秒鐘 這算一次 這邊有拉到的 對 這很像招財貓的運動 大家可以多做這個運動 其實我的門診 其實還是需要幫病人打針 你每一個地方 病人有很多點 你都必須拇指做這個的事情 有時候其實我一個禮拜 必須做這個動作 就是這個針大概要打200多針 所以你重複這個動作 你這個肌腱就變成發炎 我記得我有一次在幫一個阿嬤 因為他關節又非常硬 我就打不進去 我想說怎麼會打不進去 他發覺說 那就是俗稱的板肌指 板肌指的話就是拇指的內側 就是我們手指頭的內側 這個肌腱的腱鞘的發炎 它通常好發的是拇指 還有中指 還有無名指 通常拇指的話是最常見 因為就是過度使用拇指這些才會 為什麼它叫做板肌指 就是你好像扣板肌 扣了很多次的時候 你這個肌腱就發炎了 所以肌腱就好像是一條 一條嘛 當你發炎就很腫脹 你就會伸不起來 你會聽到啪啪啪的聲音 我那時候就彈不起來怎麼辦 我就 所以我就是那時候就必須要做一些 還有拇指回不來 我還沒聽過這種 拇指是最容易耗發板肌指 還有肌腱炎的位置 那拇指的話就會建議這樣子往後搬 乘5到10秒 如果說可以的話 就平常的時候可以壓這個地方 做一些舒緩 虎口這裡 對 其實你可以壓你的手指頭 跟這個手掌的中間這個地方 這通常都是 扳肌指最 所以按這個地方通常都是最痠的地方 如果說扳肌指比較嚴重 你會發現這邊有會凸一顆 凸凸的 對 對 那你就是快要 那就是肌腱的發炎 這個會好嗎 這個會好 可是大部分我會先建議 先吃藥 先做做復健 因為這個地方的打針其實是蠻痛的 所以平常都做做手指的運動 就比較不會你肌腱的發炎 鴨子 妳自己是從外景節目出來的 對啊 上山下海的到處對不對 那時候 4 5年出外景的時間 然後有一次真的很嚴重 一直到我現在都還受害 已經10年了嘛 就在2007年底的時候 我去捷克 聖誕節 妳看那麼久 真的妳很愛撒 我都沒說10年 她每說都彈10 她跳10年要去彈 我會見證是不是 好 反正我就是受到這個職業傷害 很多年這樣 那一天晚上 因為我們要去拍那個 旺彌撒 在半夜11點多的時候出發 因為其實在東歐那邊 就聖誕節冬天超冷的 還會下雪這樣子 我們住的房子 就是那種百年的歷史房子 所以它是那種摩獅子地 妳知道它摩獅子的樓梯邊 它如果踏久 其實會變得圓滑的 它又是螺旋狀 我們其實白天已經拍整天了 到半夜還要再出門去拍米上 我一出門的時候 因為我們住在三樓沒有電梯 我走下來 一個腳滑 登登登登登 真的 我摔了十幾階 我就做了 十幾階 對 十幾階 因為它就是一個螺旋狀 又很滑的邊緣 所以我就這樣子 屁股蹲到 超腳滑的 反正滑下去之後 我那一次真的是從來沒有 就是怎麼講 摔到過 你眼淚哭不出來 聲音也喊不出來 我就坐在那裡 所以我就這樣 完全不行 一直到我的同事 他們其他人都下來了 看到我說 攝影師拿著腳架走過去 還問說你在幹嘛 你幹嘛不行 坐在那邊這個幹嘛 你要自拍還是什麼 沒有 我是真的說不出話 一直到後來 我就這樣自己慢慢的爬起來之後 你不曉得說 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還怎麼樣 因為24號晚上拍望迷撒對不對 25號其實我們就已經回台灣了 我在韓國樂人山機場的時候 幾乎是同事他們要去借 輪椅給我坐 因為我就是很難很難行動 後來檢查結果怎麼樣 最恐怖的是我去檢查 誠哥 我跟妳講 我回來不是馬上檢查 我回來的隔兩天 就去主持 因為這是換年狀 我還沒有時間看醫生 可是就是很可怕 我就一直在那邊 一直拉自己的那個筋這樣子 因為我不想要他一直緊繃 因為會抽痛 所以我後來去給醫生看的時候 醫生他就一照X光 他就說人家的尾椎 我們的尾椎其實有一個 基本的弧度的 我已經是這樣子了 勾了 我是勾起來的 往內勾 我一直到現在 只要天氣變濕跟冷 醫生 復診科醫生他也說 這個其實也是會頂到 你的那個子溝 就是影響你下腹這邊的循環 外景節目真的很辛苦 就是要命要夠硬 泌尿道要夠硬 泌尿道 我說泌尿道那麼硬幹嘛 其實泌尿道也要很硬 好 知道 我沒了解 我了解了 對 我說秋鴻姐意思 泌尿科基本上你也會 也需要開刀吧 我想 對不對 也會用到手指啊 手腕的力量 你的直接傷害是什麼 我們直接傷害主要就是手 然後也就是說 容易接受到一些病毒的感染這樣 為什麼 對啊 因為我們手術的姿勢 在開腹腔鏡的時候 其實每一天自己是這樣子開的 對 手是打開來的 那有些手術它比較特別的 姿勢我們甚至醫生還要這樣子 就是病人在這一側 但是我們是這樣子 然後對著那邊的螢幕開的 對 那可能持續 這樣的姿勢都要四到六個小時 那像有一次 對 像有一次我大概從早上八點 我開到半夜兩點 那開完之後回去我發現 我的這三隻手指頭兩邊 全部都是碼的 對 它持續碼兩三天 那 怎麼去解決 如果說我這個禮拜休息也沒有開刀 那其實手的那個感覺 就會慢慢再回來 哇 那你這有點在看 看緣分 看運氣了 對 病人眼神 第二個我覺得比較危險的 就是手術方面的煙霧 對 因為之前也有報導說 你手術在變燒的時候 手術煙霧其實即使我們戴外殼口罩 有時候還是會吸到那些煙 那煙霧怎麼樣 過去我一個老前輩 就是說它其實身體很硬朗 也沒有什麼不良嗜好 也不抽煙 可是後來在健檢的過程中 就發現說它真的有 對 不過還好發現是第一期 後來把肺腺癌那一塊肺葉 給切除之後就沒事了 會有關係 你覺得是因為吸到那些 對 燒濁的煙霧 燒濁的手術煙霧 它其實也是一種 所以也是自癌物質 也是自癌物質 它沒有細菌在裡面嗎 沒有細菌 但是它是自癌物 那種有細菌感染是什麼 病毒感染 這個就是我們提到的 就是人類乳徒病毒 HPV 對 HPV 所以你會發現其實很多 咪尿科醫師 我們明明是男生 為什麼我們要去打 就是子宮頸癌的醫療 HPV是子宮頸癌 對 子宮頸癌 對 黃德惟應該不知道 黃德惟什麼都不曉得吧對不對 他最了解的就是這套衣服 什麼都可以脫這樣 快了 快了 差不多 再錄十分鐘 好 我們在電燒的時候 不管你是用電燒 或者是說用雷射 這些病毒其實會在空中飄 對 病毒是很小的 所以我們一定會戴上這個 N95的口罩 一定是戴著 它是蠻密封的 對 這整個是密封起來 對 那除了戴這個之外 因為還好我是蠻清新 我自己有戴眼鏡 如果你沒有戴眼鏡的話 所以我們還有一套這樣的設施 就是在手術過程中 是直接把它戴上來 戴到這個地方來 然後下半身是穿著整套的防護衣 對 然後穿著 這一套再黏在我們防護衣的上面 就確保說 在手術過程中 不會吸到任何的HPV的煙霧上來 對 為什麼 因為過去曾經有案例 就是說醫師自己在電燒這個HPV 因為病毒的時候 吸進去鼻腔裡面 後來 那個恐怖 對啊 所以眼睛 眼睛也是有可能 所以我們一定是這樣 有黏膜的地方都會 我們能看到你們真的是很不容易 真的耶 觀眾朋友一定要珍惜 像這樣的一個節目真的不容易 因為這些醫生 今天也看得到 明天不一定看得到 對 好 牙科 這位唯一他自己覺得 自己好手好腳的什麼都沒有 大家從內到外都沒有問題 妳的這一位 純紅齒白是這一位 牙齒 OK 可是其他地方不太好 其實我們最常見的職業傷害 應該就是 也是脊椎方面的問題 因為我們要看別人口腔 其實有很多角度 我們這樣子是看不到的 所以一定要彎腰低頭 又長時間久坐 其實這樣是一個 很不符合人體工學的姿勢 所以這樣長期下來就是 頸椎這邊都會有很大的問題 像我自己的話 就是肩頸痠痛這個不講 就是我也是 像有時候洗牙洗比較久 或者是 病人牙結石太硬要用力的時候 就是會瞬間就是整個麻掉這樣 因為牙結石很難洗的話 要洗很久 有時候甚至要洗 哇 這麼久 而且它又很精細 牙齒沒多大 牙那個縫多小 它要挑要去磨那個小地方 都一點點一點跟刻印章一樣 它瞬間是幾萬轉的 對啊 好會摸法 鞋得好像 對啊 然後另外這樣 像手部的關節啊 也是會有一些問題 因為我們會拿一些比較 細小的器械 像這個是那個 跟管治療用的搓針 因為它就是非常小 我們要在就是牙齒裡面 做就反覆性的搓拉動作 對 就像老一輩的前輩 他們也都會有板機質的現象 或者是手腕碎到正後去 張可芸常參加外景的一些競賽節目 對不對 妳很拚啊對不對 對 妳都知道 我其實就是很猛撞型的 他們要效果就會覺得 想要我跟男生競賽 有時候像我們身上綁那個彈力神 衝撞 衝撞 然後就啪 就飛出去 你就著地 這正常的 可是妳當下也不會想太多 妳都不會享受什麼後遺症 是直到有一天 我在錄外景節目的時候 覺得腳怎麼開始自己一直麻 我就先到醫院去照X光 醫生就說 妳這個可能不是照X光可以處理的 他就叫我照 我就照了核磁共振之後呢 我的脊椎的第五節 身心科醫師好難當 每天都身陷暴力危機 就是老前輩有跟我們講過 他說當身心科醫師 這輩子沒有被病人打過 是不可能的 為什麼 他就是很暴力 很焦躁 結果他又從口袋裡面 拿出 這是我這輩子第一次 照了核磁共振之後呢 我的脊椎的第五節 他就給我看 那光證就是 他是鬆脫這樣斷裂下來 所以我的腳會一直麻 是因為他壓迫到 已經壓迫到神經是這樣卡著 所以我才會一直麻起來 那個醫師就說 因為我現在壓迫到小神經 他說當我再這樣子一直摩擦 它可能會壓迫到 我們裡面有大的神經 因為我看X光還知道 有大的粗的神經 他說當你壓到大的神經 可能會造成 未來 可是我又覺得我不想要 年紀這麼輕就開刀 反正我找了很多 最後我找到一個就是 他也是權威 那個醫生就跟我講說 那你就跟他共存到以前 你覺得你受不了 再開刀 其實他剛剛說的症狀應該是 它總共有分為四級 如果說你是第三級 第四級 是比較嚴重的 那你伴隨有那些下肢無力 或大小便士器才需要開刀 可是通常如果說 你是前面一二級 只是一般的腳 不舒服 其實可以藉由復健 其實大部分都有 可是他們有要求我 要一直穿鐵衣 但我不想 其實復健科現在最新的觀念 其實是很不建議穿鐵衣的 你是要訓練你的核心肌群 那才是根本之道 因為你穿鐵衣你會怎樣 你的肌肉 你的脊椎會更加萎縮 你的滑脫會更嚴重 那如果他不穿鐵衣穿著牽衣呢 不要是不是 不要 也不用臉那麼臭 他說不要 他說不要 你不要急 相信我 他找不到 你要不準備 他找不到 你穿著 穿著也行 張可瑜 張可瑜同學 我覺得妳就跟林衛文醫師保持聯絡 好 我們也要跟妳一起去開 妳跟妳一起去開 好 到最後一科了 身心科 妳每天都跟人家聊心事 妳有什麼問題 最嚴重的事情就是我們 身陷暴力危機 對 我們的 就是老前輩有跟我們講過 他說當身心科醫師 這輩子沒有被病人打過 是不可能的 為什麼 怎麼會 妳被打過 那個案例是我在看夜診的時候 就會排很多人 結果後來突然來了一個病人 他就是很暴力 很焦躁 後來就是一直狂講 就像瘋狗一樣狂吠 一直罵 一直罵 罵動罵戚 你都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結果後來 因為他罵太久了 我們沒有辦法打斷他 外面的人就是覺得等很久 就進來敲門 敲門以後那個人就很生氣 結果他就從口袋裡面拿出 就是我這輩子第一次 看到真的折疊刀 我們他就拿刀 就是對著那個 就是外面來的那個病人這樣子 我們護士也是嚇到 我也是嚇到 我們就是把他勸下來 勸下來 就說媽 我們先把刀 慢慢放下來 護士就趕快打電話去報警 就請警察上來 大概勸了15分鐘 勸下來以後 我們趕快把刀拿過來 後來我們就是 趕快開一些藥 打針 讓他下去打針這樣子 結果我們就跟護士在那邊研究 當然我們都只看過 但是沒有收過 所以我現在家裡有一把是 練習用的 沒有拋光的 還有練習 要練習怎麼收這樣子 身心科要練習折疊刀 練什麼收 什麼書 防身數 以前我們剛開始進去住院醫師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是有 我們的護理長就教我們 就是怎麼去防身 這次防身已經是算第二步了 你最厲害的就是說 如何去把他 安撫下來 我們老師的那件事情 是沒有上新聞的 那個病人自己覺得他是 但是他明明是精神分裂症 就是有幻定幻覺 後來我們老師就開 就開就是正確的診斷 結果病人看到了很生氣 馬上衝去一樓 拿他的安全 這個重機的安全帽 就直接衝進診間 就往醫生 醫生有擋 但是也有受傷 因為剛好家屬也在 護理人員也在 就幫忙拉一下這樣子 陪病人彈心也是有生命危險 壓力超大 真的 就是看遇到什麼樣的病人這樣子 真的是一樣米洋百洋人 什麼病人都有 人吃苦苦雜糧沒有不生病的 就算是醫生也不例外 他們自己有什麼樣的狀況呢 小辣健保員有什麼情報 是的 今天我們在講職業傷害對不對 你看醫生長時間在接觸病人 他們有可能會生病 但是你們一定很好奇 醫生他們自己生病的時候 會像我們一樣亂買成藥 驚慌失措嗎 今天我們就要 我有聽過一個乾癌的權威 因為死於肝癌 你看 他就在幫別人醫 醫到自己都沒睡覺 結果自己肝癌掛了 有很多 不是只身心科 我們醫界有一個傳聞 就是說 你當什麼科醫生 你通常就會得什麼病 真的 真的假的 有嗎 有聽過這個話舉手 天啊 好 不好意思 你們牙齒一定非常的好 我不如就這樣跳著說好不好 每一科都要講出 他自己的經科玉律 你如何注意到自己的哪一件事情 是醫生 自己很容易忽略的 你現在認為他這一點 如果你掌握住了病人 一定也可以 跟健康非常非常的靠近 請問心臟科 你這一個什麼話 因為常常我們都會忽略到 自己的健康 因為像是我們心臟科醫師 他門診量也是很大 其實最重要就是很容易 對 很多醫生猝死 之前台東我們有一個 同樣一間醫院的醫生 也是在半夜的時候猝死 因為就是過勞 所以原則上 我們自己一直謹記說 過勞除了會影響自己的健康之外 而且會影響自己的判斷 連續工作多長時間叫過勞 如果是你在出現症狀之前 前24小時 連續的工作 其實算過 而且是 其實基本上還是有可能 像我們醫生常常就是做完 就是一天的工作完之後還要值班 值班到值班 隔天早上 其實常常也會因為這樣 也沒有辦法好好的休息 會有一些睡眠障礙的 心理壓力的問題 難怪很多醫生頭髮都是白的 真的 妳不覺得白頭髮的醫生有占八成嗎 很多 很多 壓力白吧 對 對啊 就是很操勞 那妳不太操勞了嗎 沒有 我 她有懶 對啊 我是有懶的 妳跟誰有懶 不是 我其實沒有說什麼 大家心平氣口會沒講什麼 你相信嗎 兒科醫生的孩子不得疼 我必須明白講 小兒科的小孩子 常常被小兒科的爸爸擺在家裡 然後好久好久都沒有發現 很多老師的小孩子咳嗽 咳了五天 六天 突然沒有發現他精神不好 去醫院裡面掛急診的時候 爸爸自己看 另類職業傷害 好諷刺 我自己會常常跟病人講說 如果你覺得你自己很疲累 或是你覺得你的注意力 沒有辦法再集中 或是你開始有一些症狀出現 像是我自己本身 有時候太累的時候 就會心急 注意力沒有辦法集中 眼睛這個視野開始模糊的時候 我就會告訴自己說 我應該要停下來休息 離宿死不遠了 像看門診的時候 我可能會跟病人講說 不好意思 我醫生可能還是要上廁所 我要先休息一下 上個廁所 我可能會說 這位病人 不好意思 我有個東西叫 買了是不是 我去放一下 必然的嘛 對不對 可是你們會因為這樣子呢 吃也沒有按照時間吃 廁所也不能按照時間上 對不對 這時候很容易造成自己的 健康會出問題 對 所以 像我之前有一個學長 他還是在做心悼患 就是一個心肌梗塞的病人 因為太累了 結果他自己本身 他有心血癌疾病 他不知道 結果在做到一半之後 所以心臟有問題自己會不曉得 對 自己不曉得 自己把它做完之後 自己就趕快去休息 下一台就換他上來 別人幫他做 我的天啊 對 所以都很注重 自己心臟的健康 你怎麼注重 對 基本上我剛剛提到的 就是說不要讓自己太過於勞累 自己心臟有一些問題的時候 我自己可能就趕快 因為本身 有做那個檢查 所以趕快自己很方便 直接去心電圖或是超音波做一下 因為我們都有勞工體檢 所以我會特別注重我自己的 血壓跟我的血脂肪 多久做一次 大概一年做一次 每年都要做 每年都要做 小兒科 我自己在門診 常常有爸爸媽媽問我說 醫生 我的孩子 這次生病嚴不嚴重 我都告訴他說 你注意五件事情 哪五件 精神 食欲 活動力 活動力 身高體重跟發展 前面三件事情 身高體重活動力是 近期內的疾病 對 好 例如說你現在發高燒 結果呢 在旁邊活蹦亂跳 跑來跑去 東西吃得下 水分喝得下 那我就告訴爸爸媽媽說 不要緊張 吃了下 睡得著不用擔心 對 精神 食欲 活動力 精神 食欲 活動力 例如說這個孩子 他可能有輕微的腦性麻痺 他可能就是人家說七座 八爬 這個九長崖 或者說他應該會爬的時候 他沒有爬 他應該開始學走路的時候 他沒有走路 這叫 發展遲緩我們就要去找原因 是 然後呢 身高體重 有些孩子呢 他可能心臟有一個小小的破洞 心房中隔缺損 心室中隔缺損 他可能就是瘦瘦小小 乾乾扁扁的 所以他體重長不上去 身高也比別人矮 所以我都說 當你擔心你的孩子生病 有沒有可能出大問題的時候 就注意我剛剛講的五件事情 精神 食欲 活動力 身高 體重 跟發展 只要這幾個沒有問題 大部分都不會有大問題 那你小孩生病怎麼辦 哪一顆的小孩子 容易中哪一顆的病 我必須明白講 小兒科的小孩子 常常被小兒科的爸爸 擺在家裡 好久好久都沒有發現 我很多老師的小孩子 咧 這個咳嗽啦 咳了五天 六天 後來沒有發現他精神不好 食欲不好 因為爸爸在醫院值班 結果去醫院裡面掛急診說 爸爸自己看 另類職業傷害 好諷刺 我們今天分享的都是人間的悲哩 對啊 好心酸 我覺得很難過 我覺得這一個很真實吧 非常 復健科 因為我們復健科就是 治病人的痠痛跟關節炎的 專科這樣子 其實我們這一科最重要的 我覺得就是 運動就是良藥 藥活就要動 是 他們常常問說 這邊痠痛是不是要多休息 我常常不是這樣跟他們說 我說你要去多運動 這些痠痛才會比較減少 怎麼有對的運動 對 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就是你平常如果說真的沒有時間 你可以脖子稍微動一下 左右轉一下 肩膀動一下 這些伸個懶腰 其實就對你平常的筋骨 就比較不容易痠痛 可是很多人 就因為自己這樣轉... 然後就轉不回來 就去看你 我會自己來就這樣轉對不對 其實我會建議的 就是因為他們通常都是這樣 大旋轉 其實不建議是這樣轉 你要左右這樣轉 還有側面靠肩的這樣拉 其實都是非常簡單又有用的方法 其實我幾乎一個小時 看診者我幾乎一個小時 就會轉很多次 因為我都要示範給我病人看 現在其實我們很多人都是低頭 我們可以做這種 手放在後面 慢慢的往上抬到頭頂 撐5到10秒鐘 對 其實只要做這個動作就夠了 撐5秒鐘 你這個胸後才會打開 如果說你真的又可以的話 你可以做連續動作 再往下壓一下也是5秒鐘 可以拉後面的背 對 這個很舒服 這一招就可以了 那有沒有轉腰的部分 轉腰的話當然有 可以就是在你的位置 稍微扭轉一下你的腰 撐5到10秒 這是在位置上可以做的 或是抱抱腿 聽說不是每個人 可以看到你的後面 完全看後面 很難 對 因為我看不出來那麼靈活 你認為 你剛剛講到拉筋 下半身的筋怎麼辦 我們可以簡單的就是抱腿 這些也是可以做 對 還有就是 往身體拉對不對 對 往身體拉 通常拉筋的運動 通常都是你要做到 你有點緊緊痠痠的感覺 撐5到10秒鐘 撐5到10秒 對 通常血液循環 或是因為你久做 你靜脈循環不好 我們可以教大家一個運動 就是腳底板 你就是腳底板往下往上 通常你就做100下 第一個它可以放肚腋 100下 其實很快的 你就這樣子做 你是有空就這樣做 往上往下 這叫做腳踝的 其實我們會常常說 有時候心臟打出的心 那個心輸出量不夠 有時候就是靜脈回流不夠 靜脈回流不夠通常就是 久做的族群最容易 所以我們只要多做這個腳踝 的幫浦運動 你靜脈回流好 你心臟也會好 循環也會變好 真的 蜜尿科的秋紅捷衣食 你敢說你的蜜尿系統 完全沒有問題 他沒有回答 目前為止應該都還好 目前為止 對 目前為止 你自己有檢查嗎 我們都有接受一些員工的體檢 員工體檢多久一次 一年一次 一年一次 對你來講會不會太久了一點 不會 其實我想要送給 就是觀眾朋友一句話 就所謂的 什麼這樣做竟能改善失眠困擾 很多人失眠 怎麼樣讓我們好好的睡 就是我們所謂的 你就把你的身體放鬆 然後兩隻手這樣往上亮 真的這樣還睡不著的話 再加上 這樣其實大概 十分鐘之內就可以睡得著 不管 真的假的 就是我想要送給就是觀眾朋友一句話 就所謂的 對 因為我們是人體的下水道 就是從腎臟過濾完之後 尿液就經過塑尿管到膀胱 一個是說水量要夠多 其實基本上就是50公斤以上的人 大概心肺沒有問題的話 一天建議的飲水量至少要到 好多喔 至少 對 至少 大概就是體重乘以30 對 那像我自己本身 我大概一天我算過 大概就是3000到3000文 因為我們常常需要跟病人講話 你可能一天的門診這樣下來 通常會 常常會口感舌燥 OK 那另外50歲以上的男人 就開始要注意 攝護腺方面的保養 那我的推薦就是其實平常飲食 就是水果方面可以用一些 就是多吃一些番茄跟南瓜籽 生的還熟的 其實生的就可以了 生的番茄 還有我聽這可以吃 生的南瓜籽怎麼吃 沒有 南瓜籽是熟的 對 然後番茄是熟的 生的就可以 對 另外的話還是提倡一下 就是我們常常遇到的 再來就是 你只是地點還是 就是在做的過程中 還是要有一些保護措施 因為現在的話 其實性傳染病原 比我們想像中的多 注意安全性行為 牙科來了 口罩你的問題很多 對 我都會建議 就是觀眾朋友 一定要定期去洗牙 檢查牙齒 因為我發現其實很多病人 就是都是平常不太敢看牙醫 就是等到很嚴重了 才來看牙齒 已經就是可能要拔掉 或是抽神經了 對 所以就是定期檢查很重要 半年要洗一次牙齒 來 身心科 跟觀眾分享兩個主題 第一個就是睡眠 很多人失眠 怎麼樣讓我們好好的睡 就是我們所謂的 就是攤掉的攤 屍體的屍 你就把你的身體放鬆 兩隻手這樣子 往上這樣子 就這樣躺著 你不用數羊 攤屍 就講得說你是屍體就攤屍 就是要你全身放鬆 如果說你真的這樣還睡不著的話 你可以再加上吐吶 它那個吐吶是說 從鼻子裡面吸進去一個 講得說淡藍色或淡紫色的那種光點 慢慢吸進去 到腦 到肺部 到肚子 到腳 全身弄完以後再吐吾出來 這樣其實大概 不管它 對 所以你不用 我會不會可能一直在想 那個光點去哪兒就夠了 就睡不好了 太專心了 因為你要放輕鬆 最主要是這樣 起床的時候比較不建議說 就是睡覺的時候鈴聲響 鬧鐘響 然後馬上從床上跳起來 我們會覺得 妳說王醫師 媛媛姐 團團問媛媛 我就先當團團了 妳今天在節目裡面鼓勵賴床 其實賴床本身對人體來講 是比妳直接從就是起床突然起來 會好得多 而且我們會建議說 妳要做一些就是做一些姿勢 這個姿勢是我從我們家 狗 都不是都會起床 有沒有 有發現狗就是 睡覺起來之後 牠都會伸懶腰 牠伸懶腰的方式 是前面伸一伸 對 然後往後 往後再起來 對 我就學牠 有一次我學牠這樣 就覺得好舒服 超舒服 大概坐一次到兩次 妳就覺得 可是我只看過狗的 我不知道人要怎麼坐 有釋放嗎 因為人的我不會啊 其實人的話就好像是跪著 往前面 像瑜伽好像就說 對 負傑哥 負傑哥 快點 這個的話就是你回去的話 可以在自己的地板上 因為我們通常背後都會很緊 我們就是可以這樣子往前 然後延伸 有沒有一定要對著溪邊或者是哪裡 對著溪邊 對著溪邊 看你的心眼 就是我們可以用跪著 它瑜伽其實叫做嬰兒式 我們就可以慢慢的往前伸展 撐5到10秒 5到10分鐘 5到10秒 這樣整個背後都可以延伸開 但這能在床上坐嗎 在床上也可以 就是這樣子延伸 所以這樣拱起來 那它剛說是可以往前 妳再伸展 最後的就是伸展後面這樣子 就是如果你這樣滑過去之後 你還可以再撐起來 伏地挺身 撐起來 好像伏地挺身 可是你這個下半身是貼在床上的 但是就是說 如果說你那個追尖盤突出什麼的 那個就不要太勉強 另外一個就是情緒發洩的問題 因為10年前我們台灣的 憂鬱人口是十分之一 現在變成四個人 裡面就有一個是憂鬱症 成長得這麼快速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著重於 怎麼去排解壓力 我們一個前輩有曾經就講過說 我們要做到四個 就是能說 能唱 能做 能寫 做是 做運動 運動一定是要說 我想說坐下啦 坐下就好了 而且那個運動最好是 要接受到太陽光 10點以前 早上10點以前的陽光 10點以前的陽光 對人的情緒的反應 血清素是比較好 說故事 就是你如果有心情不好的時候 一定要去說出來 說出來 表達的意思 對 唱是唱K&B 唱歌 就是唱歌 真的是唱歌 唱歌會讓人心情變好 可是唱悲傷的歌會更難過 哭出來也是件好事 他也是發洩的一種 然後寫的話就是 金牌情報讚 冬天容易睡夢中猝死 最近冬天到了寒流來襲 很多溫差的急劇的變化 造成一個心血管疾病 跟腦血管疾病的事件 發生率增加 冬天在睡夢當中 常常會造成猝死 就其原因大部分還是 跟心血管疾病 跟心律不整 跟上呼吸道阻塞 有其關聯 所以注意在冬天的時候 更應該要注意 另外的話 有心律不整的患者 也容易因為心律不整 造成猝死 另外第三個 就是常常會有一些病人 他有 因為上呼吸道阻塞造成猝死 等等 所以在冬天到的時候 晚上睡覺的時候 更應該注意 除了保暖之外 你本身要注意自己本身的 不要 順從性跟習慣 冬天的時候應該要遵從醫主 季節交替變化的時候 更應該注意自己的身體健康 撲出來也是一件好事 他也是發洩的一宗 寫的話就是話 就是你要建議每天可以寫 睡前的時候寫 快樂日記啊 對 把你今天覺得幸福快樂的事情 小確幸的事情把它寫下來 難過的時候又能寫嗎 難過的事情 我們會建議你會去回想 開心的事情 生活中小確幸 講說你等公車的時候 怎麼公車今天這麼久都沒有來 但是你可以看 旁邊怎麼有一朵小花 就覺得有一種幸福的感覺 你就可以寫在日記裡面 我認同醫生這個方式 因為我自己有在臉書上面寫 那個什麼 每日連續感謝100日 我已經寫到80幾天了 我每天就找一件感謝的 有什麼感覺 其實蠻好 因為譬如說我今天真的過得很爛 可是我為了要寫這篇日記 我就想辦法去找出今天 讓我真的覺得快樂 值得感謝的事情 寫完了我真的就沒什麼事了 人事物都有可能 都什麼都可以 再小的事情都OK 希望呢 我們以後再看到這些 行醫救人的醫生們 我們希望他們 能夠做好自身的防護措施 多一份預防 多一份健康 也能夠繼續的幫助我們 照顧更多需要你們照顧的病人 今天真的要讓我們像這一群 跟病痛拼搏的醫生們 獻上最高的敬意 謝謝你們辛苦了 謝謝